哈嘍大家好 今天繼續來幫大家補充《暗影大人》第八話的劇情 這一話在播出前的預告裡面 就已經透過席德的好友由洛跟賈卡告訴觀眾 這一話會是由原作者親自撰寫的原創永莊回 並且分鏡也是由監督中西河野所親自繪製的 這一話的標題其實有兩個 動畫正常放送版的是龍之類 而特別放送版的是影之實力者不在的一天 故事就是延續尾超時間之後 暗影認為自己捅了一個大包 怕暗影聽冤的阿爾法他們不高興而跑去旅行 而剛好在休假日時 有洛跟賈卡想要找席德一起去街上搭訕 結果席德不在 兩人意外的在席德的房間發現了六張四月溫泉樂園的門票 於是兩人打算偷偷的用這些門票來提高搭訕的成功率 結果才剛上街搭訕就遇到了紐 開啟了這一話的原創劇情 這一話也讓大家看到了紐的另外一面 在小說中出登場時 嘎瑪就有介紹到紐是暗影庭園編號者13號 也是第一位加入暗影庭園的人族惡魔附體者 平時在米德加王國內負責與暗影和暗影庭園之間的聯絡 同時兼任四月商會的秘書 實力不凡還獲得了阿爾法的認可 在對待暗影庭園的成員時 看起來就像是個溫柔穩重的大姐姐一樣 包含上一次的偽超事件 紐也是默默的守在阿爾法他們身邊 但是紐在面對敵人或是對暗影無理的人時 絕不寬待 在動畫第六話中登場冒充暗影庭園的小羅羅 在被紐擊倒之後 為了獲取情報受到紐很嚴厲的拷問 隔天早上還被掛在王都的主要通道上死狀淒慘 屍體的表情還因為痛苦和恐懼而扭曲 在腹部上還用鮮血寫著魚者的下場 動畫版當初省略了擊倒之後的演出 在原作的上戰片中還有紐拿著敵人人頭 來恐嚇對方的描寫 就可以知道紐在敵人的眼中是多麼可怕的存在 對於紐來說 紐是相信有神明的 但是暗影是比神明更加理想的存在 因為只要張開眼睛 就能夠看到他在自己的視野之中 只要伸出手就能夠觸控到他 紐原本是米德加王國的侯爵千金 同時還有社交界之花的設定 但是因為身上發作了惡魔附體者的症狀 而被家族除名 因為曾經被世界徹底否定之後 獲得了暗影庭園的幫助而重獲新生 並且也非常的崇拜暗影 實際上紐對於暗影也抱有像是阿爾法他們一樣的感情 所以在紐說出自己也想去跟暗影大人約會的時候 受到阿爾法的飛刀伺候 在小說中的學員恐怖攻擊篇時 因為想確認自己是不是對過去的學員生活還有所眷戀 所以紐違反了Gamma所立下的在太陽下山前不能潛入學員的規定 在跟暗影報告完冒牌或者情報之後 紐其實還有拜託暗影充當自己的護花使者 像情侶一樣緊緊的抱著暗影的左手短暫的走了一小段路 不過這段在動畫中做了三剪 另外紐還特別擅長化妝 平時在4月上會的裝扮還可以利用妝容讓外表看起來更成熟一點 但是沒有明確的說出年齡 當初潛入學員也是利用自己的化妝技巧偽裝成路人角色 連暗影都很吃驚化妝可以讓人的樣子有這麼大的變化 其實在小說裡面 五星際暗影所使用的偽裝吉米奈也是你有幫忙製作的 不過動畫修改程式透過希達的發明達成的 希跟奧米加還負責幫裝置發電 這一畫也特別讓平時很少登場的希達增加了很多台詞 除了很多古怪的發明之外 這一畫最厲害的還是希達幫自己錄的小電影配音 一人分飾多角神優果然都是跟怪物一樣 當初暗影以為滿有黃金的地方 現在被希達設計成了四月溫泉樂園 至於希達所設計的四月溫泉樂園 監督其實是參考福島縣的夏威夷溫泉度假村 Spari Zotto Hawaii Ants 所製作的 官方在推特上面還有聯動第八話進行合作 真的有送出五組共十名的入場券 比較有趣的地方是到底哪三人擁有可以跟暗影約會的權利 輕盈的眾人在請其他人出去之後居然是用猜拳來決定勝負 這一畫有認真看的話大家應該都發現了裡面出現了很多熟面孔 雖然沒有台詞不過出現了亞雷克西亞 雪女 雪女的手下奈金跟香奈 還有伊莉莎白跟瑪莉 在打排球的部分第一眼是讓我想到了未公家今天的擅作風景 還以為能夠看到像是從者沙灘排球一樣的超能力戰鬥排球 戴亞塔跟傑塔的對決場面 平時很少登場的拉姆達還特別用皮影戲幫大家解說了龍之類的故事 這一畫最大的亮點果然還是回收了第一季OP的畫面 省錢又再次省出了全新的高度 為了不讓大家發現暗影庭園跟四月商會有所關聯 希達在大家穿上史萊姆套裝之後 順勢把顏色換成了白色 不但洗清了第一季OP詐欺的嫌疑還能省下一些作畫人力 再仔細看戰鬥的話還能夠看到一些沿用第一季動畫的地方 像是伊普希龍出招的分鏡也是沿用第一季OP的畫面 龍的靈魂應該是被貝塔的眼淚給喚醒 畫面有帶到龍想要保護貝塔 但是最後還是被阿爾法給收拾掉了 阿爾法給予最後一集的分鏡也是重複利用了第一季第五化石阿爾法擊倒惡魔附體者的畫面 監督在特寫的部分還做了左右鏡射 最後擊倒的部分則是沿用了過去的畫面並且重新上色 其實不仔細看的話就不會感覺到違和感 就很像以前常看的機器人動畫在合體或是用大絕招的時候常常會看到的監用卡 果然是鬼才監督 事件後希達也調查了龍之類溫泉的效果 被賦予了魔力之後的溫泉擁有美容 舒緩高血壓治療便秘 唯獨就是沒有豐胸的效果讓伊普希龍有點失望 貝塔哭哭的原因是因為希達一直念他是萬年老二 不過無奈因為阿爾法實在是太過優秀了 同樣都是六邊形戰士 但是各項能力都略輸給阿爾法一點點 唯獨能夠超越阿爾法的就只有自己的胸部大小 希達剛好說到了貝塔的痛處包含這次溫泉事件 其實希達常常還像這一話一樣拿貝塔來做一些實驗 結果這集的故事從紐上班中收到游落跟賈卡的邀請開始 又在紐明明是帶薪休假還被找回來上班的情況下結束 紐跟貝塔成為了這一話裡面最大的苦主 這一話的暗影小劇場就是兩人去酒吧喝悶酒 紐還是對約會的事情耿耿於懷 而貝塔則是喝醉之後嚎嚎大哭 然後隔天就會把喝酒的事情全都給忘得一乾二淨的那種類型 不過既然都出了泳裝回 官方自然也是不會放過這次機會 在秋葉原Gammas的動畫周邊商店裡面 還擺上了輕盈的角色麗牌順便賣起了周邊商品 但唯獨就是少了紐的有點可惜 紐的泳裝好像是暗影庭院裡面最大膽的 接下來就來幫大家翻譯一下監督這回的後繼 這一次的插畫部分 就是補充了片尾彩蛋裡面只有聲音 但是缺少了亞雷克西亞用毛巾打自己的畫面 以下是翻譯的部分 第八話來了原創Time 至於問為什麼那就來解說一下吧 雖然已經說過好幾次了 但是我真的很喜歡偽超篇 雖然很喜歡但是先把這個放到一邊 搞了這麼多迫事的主角要是隔週一副理所當然的 用平常的態度出現在大家面前的話 作為觀眾的人來說感覺會有點差吧 而且當事人也這麼說了不是嗎 稍微過點時間才是正解 要是以原作出版時間點來說的話 不論是作者還是主角都是在燃進證後群的狀態下 四月商會剛經歷的倒閉危機 而暗影又再一次失去了大賺一筆的機會 說起來剛好是對應Web小說版中的 《月遇風雲篇》的時候吧 總之有了前面這些事情 動畫版有個主線中斷期也是必然的 所以在這個時間點上 用上一整話的時間來講其他故事 也是當初就有預定好的 至於要做什麼的話 對於我來說 當然是很想做Web版的《月遇風雲篇》 但是不論是原作還是實體小說 礙於設定上很多地方沒有辦法在動畫中演出來 所以很挫折 雖然現在已經想到解決的辦法了 但是很可惜已經太晚了 所以要怎麼辦做個過去篇 或是原創回之類的 針對這件事情還特別開會討論 就在這時某個上頭的人說了 能不能拜託老師寫點沒出過的東西啊 不過要是這樣做的話 老師的原作心看會趕不上發手排成的樣子 總之還是先問問原作老師本人看看 拜託老師的要求如下 席得不在 切銀與遊樂和假卡做了點什麼的故事 真的是要特別感謝馮哲老師的協助 再次在這個場合跟你說聲謝謝 不過話說回來既然都跟原作要求了 當然原作的插畫老師也要順便拜託吧 結果負責插畫的東西老師 還真的幫這次的ED特別繪製了一張插畫 真的是非常感謝老師 以上翻譯結束 監督為了搭配這次原創回的插圖 ED還選用了第一季Darling in the Night的 七影合唱版本 本來想說原創回監督能變出什麼花樣 沒想到還能夠請原作者出馬寫這次的劇本 途中還能順便回收OP雜七的梗 真不愧是監督大人 以上就是第八話的劇情補充 那麼這次的影片就到這邊 我們下一集影片再見囉 掰